2021年將有兩次日時 本週四是今年的第一次 而且還是日環時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稱 加拿大、格林蘭島和俄羅斯三個國家的北部地區 將能夠看到完整的日環時 而美國東部、阿拉斯加北部、加拿大大部分地區 以及歐洲、亞洲和非洲北部地區將能夠看到日偏時 上述地區以外 或無法直接觀看日時的民眾也無需著急 可以通過NASA的網絡直播或位於義大利的虛擬望遠鏡項目 全程目睹今年的第一次日時